为求有效运用世界各地人士与人际关系 一个新兴的社团聚贤会近日在洛杉矶正式成立 9月16日星期四下午6点 聚贤会在圣盖博玉珍楼餐厅举行了推介交流聚会与记者招待会 聚贤会会长翁天泉表示 聚贤会的主旨在启发倡导及增强世界各地会员间的商贸契机与经济联系 促进各行各业之商贸活动 更重要的是促进交流各项资讯及经验 从而使各地之会员均获得收益 当前在太平洋沿岸地区 特别是亚洲被认为是金矿泉源 但我们亦不能忽视 美国公司在与加拿大及墨西哥的贸易中 可赚取比其他国家更高利润的事实 聚贤会是一个全球组织 目标是协助商业界朋友们进入兴盛的全球化时代 会长翁天泉并且表示 如何在全球化市场中推广自己的公司 这是一个不容易解答的问题 但是聚贤会可以协助大家找到答案 即在国际市场上取得成果之所需资料 已经有25年亚洲市场经验的董事会成员 Mr.Patrick D.Morkel-Cassie表示 参与有经验决策的网络 所获得的成功较在其他领域搜索 机会更大 聚贤会目前已积极启动 目标指提升利益及增强国际网络之贸易机会 国际贸易是美国公司的新动力 奥巴马新推行的全球性激励出口计划 所提供之经济援助是前所未有的